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1 中产党 今日讲的话题 就是源自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就是没有实证调查 没有法议权 其实我们会由一宗新闻讲序 话说梁文道早前在苹果写了一篇 叫什么《顺风速递的一国两制》 说他在台北有一间酒店 买了几本书 叫台北酒店寄了几本书回香港 怎料记回香港的 其实这里我已经觉得有点阴谋论 就是几本书你都要记 通常我们记得有几一箱书 应该带回香港 是的 几本书就带回香港 不过这个算了 我也不想特别去提 但是他就说有几本书 隔几天酒店就跟他说不记得 因为牵涉到敏感的题材 然后跟他们合作的那间速递公司就不肯记 他就说你顺风记回大陆就说是禁书 顺风记回香港 有没有原因不行 台湾记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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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原因不行 那你肯定是自我审查 你现在一国两制 现在就是一国一制 你还说要用一国两制 来统一台湾之旅 就是大做文章 当然了 讲完这件事 很多人都出来伸冤 自己是苦主 例如《八旗文化》 这一部我挺喜欢的出版社 他就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书都不记得回大陆 他们已经有审查 接着去到最近 这个本土研究社都说 我们自己印了些书 顺风都不肯秘给我们的读者 肯定是自我审查 什么XX 我觉得讲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从几个层面去看 第一 现在信封究竟是否帮共产党做事呢 我刚才讲了一件事 现在你讲的本土研究社 是他们的书 不可以用信封寄回香港 而另外那些人就说 他的书不可以记得回大陆 还有台湾不记得回香港 是三国五国法族 你不认为那些人 只是把三个东西混在一起 当时如果三个东西都不行 就当时把三个东西混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混淆事情 如果你说信封不能够记敏感书回大陆 全世界都不可以记 这件事也不牵涉什么言论自由打压自我审查问题 牵涉到大陆中共邪恶的万恶 因为在这个万国邮政协定里面 邮局是没有责任 甚至乎是不会记一些当地认为非法的问题 我自己才是牵涉到中共打压 那当然中国是坏的 中共怎么都是坏的 只不牵涉到信封帮助中国打压 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有几个层次去说 第一个层次就是 那你信封究竟是帮中国大陆做 你帮中共做事 还是你纯粹怕死 那很简单 那当然你怕死 所以就会帮中共做事 但是现在信封 不是他公布 是有些人拿了他的内部员工参考 就发觉原来信封是不可以记一些 共产主义书去马来西亚的 如果你帮中共做事 你现在就打烂这个共产主义摘 有什么理由共产主义书 不可以由香港寄马来西亚 那当然 是不是中共写的共产主义书 如果那些共产主义书 当然你可以怎样拗都可以 但是大前提我就告诉你 喂 信封自我审查 你可以说是 但是自我审查 就不是纯粹针对香港和台湾的一国两制 总之有哪个国家 他觉得那些东西是敏感的 他就不记 这个是第一个团队 我这要搞清楚这件事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将信封 打成中共走狗 那这个都不排除 那他是中共走狗 就应该纯粹帮中共做事 那现在不是 他是新加坡走狗 他是泰国走狗 他是马来西亚走狗 亦都是印尼走狗 那如果是这么多国家的走狗 就不是单纯是中共的走狗 麻烦你搞清楚 他主要是中共的走狗 主要都不是中共唯一的走狗 如果要争论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现在你在台湾 顺风寄书回香港 是遇到有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发觉很多香港的传媒 听了这件事 他们就很理所 当然肯定是打压言论自由 当然有些记者是会实地考证的 他们真的去台湾的书局 去说我要用顺风 寄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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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回香港 但是那些人就说 不要记啊 你自己拿回去更好 不要叉叉 这个证实了 顺风真的不敢记政治敏感书 好了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如果有很多用开顺风的人 你都知道顺风一向都是很麻烦 我有个朋友是做道教的 就是相关的事业 他就说 我试过记几个道教的像去新加坡 他说不行 中甲物品就一定不记得 当然现在你都知道 香港记到新加坡 现在当然你都知道 原来记十字架都不行 好了 除此之外 我有朋友是搞一些同仁志 什么叫同仁志 就是你自己业余创作 画一些漫画等 接着他们说不行 自己创作的漫画 是不可以寄去台湾的 我首先这件事一定要参与 Henry 我知道你做了实地研究 但是你在我专栏里没有写到 我实在很想知道 希望你在这里爆了你的实地研究 结果是怎么样 第二就是 你说的那些人 麦克普证明了 邪恶的中共 連走狗的信封 竟然禁止令人发指的程度 是到达了 你非不非但只连那些书不行 禁书不行 连宗教物品都不行 连那麽多 那麽普通的平常 连公仔书也不行 连公仔书也不行 劫子也不行 那才叫做令人发指 甚至连我的朋友 寄一对鞋 他说这对名牌鞋 所以不能记得 是啊 不明牌鞋就行了 但问题是 中共为何要这样去打压 我们的机械和寄漫画的自由 那才是令人发指 最低限度 你要想个原因 再解释给我听 好了 不拉到这麽远 今天的重头戏是什麽呢 就是第三件事 真是否正在发生这件事 好了 我前几天 我就为了要引证 梁文道说的事是真定的 那我就亲身调查 我就去了台湾很出名的 网上书店叫博夏来 博夏来 他就可以让我由台湾寄书回香港 我特意的选择了梁文道那两本 什么大辩论 什么滚出中国 我研究 我再加多本 我是独派 我是右派 还不够分裂国家民 因为信封会和很多出帝公司合作 有时会和Fedex 有时会和DHL 我为了确保他一定要用信封 我就用了信封店取 信封店取 你去那些字题点 那一定是信封 没理由DHL记住字题点 好了 下单之后 寄了一个号码给我 一路查看他的货是怎样来 结果一日之内 即不可以一日之内 24个小时 就来到这个字题点 拿回来了 我看了你写这个专栏 但是你说有一个tricky 首先当然 出了这一件事之后 其实我未在正式专栏 但有说过这个经验 有很多人马上反驳 第一 现在顺丰已经跪下了 人家17日出了个声明跪下 你17日才订书 人家当然会跪下 让你把书运来 还有第二个说法就是 现在我说 这个顺丰 现在顺丰在我做节目那一刻 他发出了什么声明呢 他发出了一个声明 他说因为我们不能够将十字架寄到澳门 所以我们感到自协 甚至炒了那个经理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书 他只是就着十字架道歉 谁就是炒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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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十字架会炒呢 当然 有些事情他觉得可以让步 我们等一下再说 喂 简单来说 十字架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你去淘宝 搜索这个十字架 是淘宝也有得买 他当然不会觉得你在香港 寄十字架去其他地方是有问题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才读写 我最后才开估 好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喂 你说顺丰和科学人合作 有几千本书 他查不到 其实不会查不到 因为他要交 他寄货单的时候 他可以交了书名 他就立即查到 真真正正 为什么书我记得到 梁文道记不到 没有一个记者解答得到 但结果有一个人 是专门写搜索的 他说了 我以前都试过记一些东西在澳门 接着发觉是不合格 有些东西就合格 他就开始查 顺丰和物流的单单 他说原来香港记东西在澳门 是会先去珠海 然后再去澳门 那整件事就解得通了 因为那些货物是会先经过大陆 然后再去澳门 如果大陆那样东西已经禁止了 所以那样东西一定不可以这样记法 反过来我们看台湾去香港的问题 我们经常都以为 我们台湾回香港 坐飞机很简单 直航机就去到 他没有想过一样东西就是 顺丰之所以会那么便宜 或者为什么梁文道 那么多人会用顺丰呢 就是因为它便宜 而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顺丰 会将他们的货 运到几个主要的宅流点 然后在这些宅流点 运用大规模的转运方式 再运到其他地方 你台湾寄去香港 我作为一个顺丰的物流的调配人 他不能够100% 国认这一件事 是直接送到香港 他寄了去大陆其他港口 然后再运回香港 也不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禁 很极大,只为你记得 那我会记得 就是因为这一疊书 一日之内便来到香港 我每一次去博客来订书 都是一日之内来到香港 就是因为博客来和顺丰签了协议 就是点对点空运 就是每一次都是由台湾的机场 直接乘搭飞机来到香港 然后再来香港 但是为什么梁敏道不行 因为博客来的书 是敏感的 所以他就要确保 那样东西是100%经空运 100%经空运的代价 当然要贵一点 所以博客来的运费都不便宜 但是他因为够多 和他们签订了那些协议 他就不怕这一件事 会进入大陆 但是梁敏道的路线 没有人可以确保 有些人用信封就寄书 因为他直接拿去顺丰 是的 你直接拿去顺丰 他有时又收书 有时又收其他东西 你确保不了那一件事 是不会经过大陆港口的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结果之下 真的博客来那么害怕大陆 不是 这个顺丰那么害怕大陆 就连博客来的书 都不要帮他运 他帮得博客来运 就证明他不怕敏感书云 但是有一个问题 都真的要买一份量 究竟那些基本书都要记得 那当然了 如果你要炒作某些话题 去象征你自己 其实是反共的 那你这一件事就是 他反共的吗 他大陆有节目的 那不要说反共 至少是自由派 或者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便要做这件事 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大陆做节目 我不尝试去争论 但是我经常觉得这件事 我一定要插穿你 因为我还没说完 因为我说了 我是没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 你是没有良心 那大前提就是 喂 我们要去评论一件事 我们要讲逻辑的 如果信封肯帮博客来运输去香港 那他就不是怕那些书运输去香港 会被大陆追究而自我审查 因为他帮博客来也好 帮其他人也好 他都是将禁书运来香港 那如果他肯帮博客来运来香港 不肯帮梁运输去运输 那当然就有个分别 那分别就是 他确保不了梁运输的书 是直接运来香港 所以另外一个左派的学者代表 周宝松 喂 我的书运去韩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韩国 他们又不肯运 那你坐飞机就直接去韩国 你的书运去韩国 就不知道会不会经到大陆的港口 这些就是一些最基础的逻辑概念 我就不明白 不是逻辑 是共识 共识 那为什么那些人会不知道呢 那当然啦 拉长一点说 那其实你说信封 是不是坏呢 你可以说他坏 那怎么搞错啊 船头怕鬼 船尾怕差 你不喜欢给大陆去做 你就确保所有书都是直行 那我要问回个问题 为什么信封这么便宜 信封便宜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将所有的物流点放在指定的几个地区 包括中国境内 所以他不能这么便宜 那如果你要自由的 你便找DHL 方向寄 你便找Fedex 方向寄 现在信封潜 现在信封不是走狗的问题 不是 但问题就是 你骂信封是走狗 那为什么你用信封呢 说到没有便宜 你要自由便找个贵的 好了 再退一步 你说信封真的是走狗 那我拉回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未解答的就是 为什么鞋又不记得 为什么自己写的书又不记得 自己滑滑滑也不记得 其实波克来也有些书不准运来香港 你知道什么书 就是那些什么AV现场 什么色情事业否识 凡是成人提材的书 台湾都不会寄来香港 因为怕有法例问题 其实很简单 因为有版权问题 他就担心你的书寄出去 如果那些人说是侵权的 你说你自己画的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抄人 如果是这样的考虑之下 他就不帮你寄 你骂这个顺风是可以 你说他怕死也好 他不分清河道白也好 但你不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写到共产党 就是简单来说 你不要写他强姓阿婆 或者他就算有强姓阿婆 他也没有强姓阿婆 你可以说共产党杀人 杀人放火金腰带 民家 反右 但他就是没有强姓阿婆 没有强姓阿婆 没有强姓阿婆 如果我们去帮共产党说 他没有强姓阿婆 我们是要被人骂 那你就投共 你就是帮共产党说话 那这个世界 就真的没有道理可言 这就是我觉得最悲哀的地方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